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歷 我是老頭Old Man 耶 我們又回來了海賊島了 那我們呢 上一集抓了非常多的BOSS 有飛龍 有那個 玉母蜘蛛 還有一些奇怪的BOSS級 那像是這個奇美拉 有人說是獅尾獸 其實沒關係啦 同意叫奇美拉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大家懂就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應該是 我今天應該是不會去抓BOSS 我們今天呢 要來介紹一下這個小小的模組 這個模組我個人覺得還蠻炫砲的 所以說老頭呢 這次呢 就先不要去抓那些 嘟嘟飛龍那些的 我們呢 就來介紹一下這個還蠻炫砲的模組 那在介紹這個炫砲模組之前呢 老頭呢 先稍微製作一下這個帝王暴龍的鞍 其實各位你們看封面就知道今天這個小模組是什麼東西了啦 我也不用再多去贅述這個模組 我還常在用的那些恐龍都死掉了 算了 這些東西給我好了 對呀 我之前那些呢 製作的那些東西怎麼不見了 啊 我只好在海鳥身上 我等一下找一下海鳥 海鳥在這裡 我來看看 算了 給一點大腿肉跟這個好了 加減 這個也給我 這個 這個我帶走了 這個我帶走了 真的 哇 沒有纖維啊 奇怪 那個纖維是到哪去啦 我要稍微找一下 我把纖維 啊 這邊應該有 有有 不夠啊 一百多拿夠啊 有 你不要嚇我好不好 突然一張嘴這樣子 血盆大口 要350個纖維 我看我們只好自己去採了 好不好 我們就是為了省一下時間 趕快把它採一採吧 好 順便跟各位預估 哎呦 等一下這是什麼情形 等一下 我們的河馬是長腫瘤是吧 怎麼蛋都黏在他的臉上啊 算了 好 順便跟各位稍微預估一下 今年的暑假 好 今年的暑假呢 我可能會跟 直領開一個 神奇寶貝的方舟 因為最近 神奇寶貝也是不斷的頻繁在更新嘛 那當然也是 遊戲的豐富度應該也提升了不少 那我會把這個神奇寶貝模組呢 拿來就是開一個連載系列 新連載 這暑假才會開始啊 那應該是會用直播的方式 老頭應該是會用直播的方式 去執行這個連載 然後呢 直播如果沒跟到的 我一樣是會做成紀錄檔的影片 給你們看 不過是 不過是精華省略版的 就是 你也知道嘛 玩這種遊戲就是很麻煩啊 需要龐大的過程 我的纖維 在這裡 需要龐大的過程才可以製造那些東西嘛 對不對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嘛 對不對 有玩過方舟的人都知道這個 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說 他所需要的時間是非常的長 OK 我們上來了齁 我們看一下這隻BOSS的帝王暴龍到底有什麼功用 唉唷 為什麼這個模組做得那麼醜啊 是我錯覺嗎 還是我自己設定沒有設定好啊 呃 紋理 紋理條極高好了 為什麼我總覺得這個帝王暴龍做得超醜的啊 奇怪 紋理怎麼這麼差啊 算了 不管了 右鍵 好 一個很平凡無奇的怒吼 C劍 C劍 瞬間隱形 瞬間隱形啊 再按捏 按C劍不會變回來了 為什麼 那 還有什麼技能 沒有技能了 就這樣 可以用撞的去攻擊他們 你看我踩他們有沒有 踩他們還有傷害 我們開一下血條 喔 用捏的把他們捏死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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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跟南方巨獸龍一樣有流血傷害 不錯 先把他解決掉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這是我們的帝王暴龍 那這個玉母蜘蛛上一集也看過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BOSS群 我們BOSS群還差 星星 金剛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嘟嘟飛龍還沒遇到啊 不過那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今天呢 稍微玩一下 這個小模組的東西 好 好等一下 天殺了我又肚子餓了 我這應該把這個 這個肚子餓的飽食度把它調高啊 不然的話一直餓一直餓 還蠻麻煩的我覺得 好 那這個模組呢 叫做 科幻機器人喔 BETA版本 目前是BETA 好像在野生地圖是遇不到的樣子吧 只能用指令召喚 那它這個小模組裡面有兩樣道具啊 一個是機器人本體嘛 一個是砲台 那這個砲台很特別的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接電 你只要放上去它就會一直射 不需要任何的能量 非常的酷 好不好 那我非要不多說 我們來弄一隻等級高一點的機器人好了 希望它現在不要把我弄死 拜託喔 千萬不要 我們弄個一千等好了 好 還好先把它射暈了 有沒有 看它一出來就長這副德性有沒有 看起來有點像是 嗯 要怎麼去形容它了 有點像是變形金剛吧 好 它名字叫做BIG BOT 就是 大BOT 大機器人 然後它好像可以直接吃生肉抓吧 不理我 欸 有了 加這麼少喔 好吧 那你就多吃一點好了 沒關係 吃早會抓到你的 好 那我們抓到之後 我們來稍微測試一下它的實用性好了 測試一下 那待會再介紹一下砲台吧 砲台的話其實應該也一樣是可以放在風神一龍上面吧 當飛行砲台 等一下我們那邊有一隻一千 我們那邊有一隻嘛 對不對 那個 裝那個頭骨skin的 的風神一龍 我們抓到了 我們到時候去試試看那個砲台的威力是如何 OK 我們馴服之後呢 變成1497等喔 然後攻擊力好像還蠻OP的喔 我們先點一下它的血量好了 怕它先死掉 怕它先死掉 然後回血的機能好像 不會回血 它不會回血 好吧 不會回血那算了 好我們騎上去 呃 非常好 它的這個坐姿 呃靠要嚇我一跳 這聲音有點大聲欸 可以不要這麼大聲嗎 呃 這個嗎 不要那麼吵好不好 我還是覺得很大聲 好有啦 好很多好很多了 可是走路也太慢了吧 你除了 左鍵攻擊 之外 沒別的 欸欸欸欸 你好你好你好 敲多少滴血 沒顯示 我剛剛到底打多少滴阿 我們來打一下這隻雷龍好了 走也太慢了吧 這個一定要點移動速度了 不然我覺得受不了 感覺點到三百多還是走很慢的樣子 欸今天天氣如何阿 唉呀 到底打多少傷害阿 有五千九 也太少了吧 一千等欸 呼呼呼呼呼 好吧 因為可能是我們點攻擊力的關係 我們稍微把攻擊力點到兩萬 剩下的全部點到速度 我受不了他的移動速度 他的移動速度實在是太棒了 好勉強勉強勉強 呃他還會跳有沒有 喔那邊還是泰坦boss 我覺得我派我機器人去打應該早死阿 溫系也好嗎 欸 阿嘟嘟暴王龍 我們上面是不是沒抓 我們還有嘟嘟暴王龍嗎 好待會有空再抓一下好了 嗯嗯 哇這樣敲有十萬 哇看來我小看機器人了 好吧既然如此 我們先去抓那隻嘟嘟暴王龍 我們等一下再來處理那隻太難聚了 我們先把那隻嘟嘟暴王爪過來 等一下不對阿 我們有沒有那個阿 哇 我們沒有耶 NO我們居然沒有 等一下 這樣子意味著我要回去耶 有看見了在那裡 好 看他非常的囂張 欸欸欸欸為什麼太難聚龍攻擊了 還好不是炸我們這邊來 我們現在站很遠應該是不會有事阿 不要這時候肚子餓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先看到他把他咬死 來來來這邊 欸靠要按錯 把他拆掉 去吧 太好了 這隻太難聚龍非常的兇狠 好 起來吧 可以直接上嗎 好像要安的樣子 欸真的還要安欸好麻煩喔 欸不用安欸 不用安欸 好我們有一隻了 我們把他帶回家 用傳送門把他帶回去好了 OK 加 應該傳的了吧 有傳了傳了傳了 好 我們該做的都做了齁 我們現在呢 我準備稍微做一下測試 我看一下我那隻風神翼龍還在不在阿 有點 有點被我們排擠阿 那隻風神翼龍真的要看到 只是不知道被推到哪裡去 我要找一下阿 那我打算呢 在這個平台上面放那個 放砲台 應該是可行的吧 我們來召喚幾隻砲台好了 呃 十個 這砲台是不需要電力的阿 所以說應該是非常的OP 可以放嗎 嗯 好像起頭需要地基的樣子耶 好吧這我已經 這算是我的疏失齁 他好像沒辦法放在風神翼龍的平台上面 所以說呢這可能要去參數裡面更改設定 更改可以放在這個平台上的一個參數 才有辦法放上去 不然的話放上去應該是蠻酷的啦 畢竟不需要電力嘛 那我們只能放地上了 這種東西呢我們就只能放地上了 我還想說可以耶 發射發射 哎呀貓 喔240滴的傷害阿 原來是240滴的傷害阿 原來如此 好啦我受不了 我要去調整一下我的這個 飽食度的問題了 一直餓一直餓 啊吃了 一堆還在餓 等一下回來 等一下回來 好啦各位兄弟們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稍微測試一下機器人的性能 那我們現在這個機器人呢 基本上呢每一隻都一千五百多等 然後呢我把他們的攻擊點到五萬 那翹一下大概十幾萬左右吧 稍微粗估了一下 然後呢他們的血呢 各死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三千九百萬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死不了啦 好不好 那就用這三隻去尻看看這個 我們的傳說BOSS 這個傳說BOSS 看能不能辦法打死 三隻可能要打很久欸 阿如果打不贏就算了 還是算了 保險起見 我把他們攻擊點到十萬好了 不然真的打不死真的是 不知道打到民國幾年阿 來來來 都點點都點 點個十萬來著打看看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阿 我剛剛點五萬大概打十萬左右吧 對不對 那如果五萬阿 五萬的傷害大概打十萬嘛 那十萬的傷害應該打二十 二十萬吧 OK 不要不說齁 咱們直接開始齁 我們來做個測試齁 他到底有沒有往那邊吹阿 應該是有吧 好啦 我們盡量跑遠一點 我開一下無敵模式好了 不然我等一下被炸死 OK 321 GO 嗯 走得非常的慢 哇 訓練有數的機器人欸 走路好一致喔 完了 欸欸欸欸 嚇我一跳阿 走開阿 可以不要這樣嗎 走開走開 欸你們到底打不打阿 有了 二十萬二十萬再打 二十萬再打 有了還在打他們 還在打他們 快點 傷害他 哇他這個爆炸 他這個爆炸 哇我的機器人 還好欸 炸多少 炸一萬多 那我機器人贏得了阿 哇 馬上回滿了 不用玩阿 我這是瘋狂會不會傻 應該是不會 幫忙攻擊 幫忙攻擊 有 有了 一百多萬就是有這個傷害 把他咬死 把他咬死 欸等一下等一下 有點撐不住欸 這個飲食術也太OP了吧 好沒關係 撐現在 他應該不會回血吧 他不會回血 撐現在撐現在撐現在 撐現在撐現在 把他解決掉 好解決掉 解決掉了 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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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機器人呢 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中看不中用 外型好看而已 然後呢 我把他殺掉了之後呢 包包在哪裡 做那麼小事要給鬼看喔 受不了欸 真的沒包包 真的沒有包包 喔在這裡阿 被機器人擋住了 找到了啦 證明啦 就是要你啦 少多刷 喔掉了一個 防 哇物理防禦力2000億的這個 這一定要 哇 這個鞋鞋看起來蠻不賴的欸 穿一下好了 看起來像慢跑鞋 那有什麼能力 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就是 增加防禦力就對了 好吧 那這就是我們的機器人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燒機器 欸穿到去移動速度變很快喔 有感覺有感覺 果然是有能力的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風週再見啦 掰掰